你好 欢迎收看1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钱彦汝 2022花莲年货大街展售活动 26号在花莲县的日出翔蟹大道热闹开卖 展售活动到30号为止 而每天的营业时间是下午5点到晚上10点 花莲县长徐中卫以及立法委员傅昆奇 也到场与相亲拜早年 让民众更有感于花莲浓厚的过年欢乐气氛 花莲县长徐中卫提到 一年一度年货大街 花莲县政府摒持着让乡亲 不用周车劳断远不外地采买年货的理念 从前县长夫昆奇断内到现在 每年农历春节都会举办年货大街 今年更规划伴手礼年货 农鱼产品以及特色年菜 四大特色展售区来让乡亲一次构足 真的我们很希望能够让花莲的乡亲 能够不用远到台北迪化街 远到台北各个地方去采集年货 这边买买那边买买周车劳盾 所以从傅昆奇现场的时候到现在 我们每一年在我们的农历年前 我们就开始启动了年货大街 而今年的年货大街 我们有伴手礼区还有我们年货区 更有花莲的优质的农客产区 来介绍给大家 我想在这里一百摊可以一次构全 立委不宽奇表示年货大街一百个摊位 不论是新鲜蔬果或者小朋友爱吃的零食糖果 通通都可以在年货大街采买 在这一两天之内 我们的乡亲都会到这里来采买 因为行之多年能够让大家 能够需要的东西南北货 各种水果还是糖果货品 甚至一些盆景在这里都可以看到 希望请大家告诉大家 一起到这里一次采购族 欢乐过新年 农业处长吴坤如指出 年货大街再次引进多元支付 以及花莲好Q优惠券平台的使用 在会场与花莲好Q平台上 发送限量500份的电子红包 结账时使用多元支付 既可以想单笔消费折扣50元 让民众享有更便捷友善 且愉快的消费过程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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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预防 转发 领大小的小船